快看,这是个什么,一辆木头的玩具小车,纯石木打造,这也做的太简陋了吧 哇塞,厨厨,里面还有一个电机,虽然做的简陋,但是配件齐全呀 检查一下,转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两根电线应该是连接在哪里的呀 我知道了,看下这里空着一大块没有,应该是有一个电池舱 然后这电线应该就是连接电池舱上面,给电机提供动力 来,让我找找电池舱,果然不会在这里 哎我去,见我一身水,电池舱没有在这里,那么它会在哪里呢 这些草里面巴拉巴拉,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哎,看看这里,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果然有意外收获 这不会是一个太阳浓的电池板吧 看,反面还带着双面胶,比划一下 嘿嘿,正好可以放在这里,这个东西要是好用的话 那可比用电池好玩多了,把它要浓板连接到电机上 叙事电机能不能被驱动,黑色线跟黑色线连,红色线跟红色线连 我去,我这刚碰上,小车就要跑 这说明,这个太阳浓板是好用的 把太阳浓板先翻过来,这样的样子,小车就不会跑了 先把线连好再说,真想看看,组装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把线放到这里面,然后用太阳浓板把线给盖住 捏一捏,让它粘结实一点 哇塞,还蛮好看的 现在轮子就开始转了 来,跑一个 我去,差一点冲到河里去,还好我反应够快 拿到路上来,让它跑我看,看看它的动力如何 出发 这速度不是很快呀 我还以为我会追不上它呢 没想到,我随便走两步,它都跑不过我 这也太好玩了,跑穷路没有问题 我想知道,它会不会爬坡 找一个有坡的地方试试 来到人家行车店门口,可算找到一个坡 哇塞,它居然真的可以爬上来 看样子动力,还是挺足的呀 看看这个坡度,还是挺抖的 你们说我拿它,跟我的大脚怪四驱车比 它俩随会跑的公园 一夜之间河水暴涨两米 我放的两个笼子似乎还能找到 是不是我漂浮笼子上的泡沫板呀 广大老铁给你起了好多名字 有一个老铁是这么说的 你不怕吃辣的,所以给你起名叫不怕辣 还有个老铁是这么说的 因为你喜欢吃素毛肚 所以给你起名叫素毛肚 素毛肚,我觉得不如直接叫毛毛好听 不怕辣,毛毛,这两个名字二选一 最终决定权还是交给老铁来了 你好好待着,我去河里看看笼子 顺便给你抓点小鱼回来吃 这里就是我放笼子那条小河的上游 前两天这里都不流水了 经过昨晚一场大雨 没想到还挺好看 怪了,这么急的水 让我下游的笼子岂不是凶多吉少了 赶紧发动我的宝马,去下游看一看 我的个乖乖,竟然长了这么多水 你们看那棵树,就是我用来挂笼子的 基本要被水给完全淹没了 笼子,笼子呢,早都没泳了 我估计是被撑到下游去了 走,去下游找找 运气好的话,估计能找到 哎,这是什么 这块泡沫感觉这么眼熟呀 过去,这不会是我漂浮笼子上的泡沫吧 这里还有一小块 当我把这两块泡沫放在一起之后 就更加确定了 上面的这根眼,都是我自己钻的 我就纳闷了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 并且河水长了这么多 它这是用生命在偷我的笼子呀 算了,偷笼子这么辛苦 这个笼子就送给它了 去下游看看我另一个笼子 我的妈呀 大雨过后,这里似乎是世界末日呀 哪里摸出来这么多垃圾 涨水之前,我的笼子就放在那个位置 以前这个位置是可以下去的 现在完全被水淹没了 所以现在我只能站在岸上捞我的笼子了 也不知道这个2.5米长的打落身器 能不能勾到水底 哦,好像是捞到什么东西了 感觉好沉 会不会是用来固定笼子的绳子呢 嗨,费了半天劲 捞了一棵草上来 再捞一下试试 再捞不到就不捞了 因为唠叨的可能性太小了 这是唠叨的啥呀 水底的沉黏垃圾 算了算了,不捞了 从水位下降一跌点 我再回来找找吧 为怀愿大河虾吃泡胶素毛肚 它到底能不能尝到辣 河虾竟然退壳了 翻想出去收笼子 上一秒还是大晴天 突然下起了大雨 还是看看我的大河虾 有没有生出来小河虾吧 看看这状态 绝对无敌 哎呦,这是害羞了 哈哈,挺聪明的嘛 知道小房子后面我看不见 它竟然躲了进去 那么小气干嘛 我只是看看你 又不是想要吃了你 哦,你们看 它竟然退壳了 竟然退得这么完整 胡须都一根不辣地退了下来 把它们都拿出来吧 以免用香水质 这里还有一条腿 你说你退就好好退 干嘛退的这里一根腿 那里一堆皮的 哎呦呦,看看这是啥 这不会是我上次放夜去 陪它的那只河虾吧 为它吃的就还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这也太可怜了 果然,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女人呀 刚吐完壳是不是很饿呀 等着,我给你找点好吃的去 当我打开冰箱之后我才发现 我好穷啊 怎么冰箱里连点吃的都没有 全是水 看看这里有什么 还还是水 再看看这里 竟然还还是水 只不过是换成了一拉罐的水了 哎,这是什么呀 素毛肚 还是泡胶的 哈哈,我记得有老铁让我用这个抓过鱼 这就拿去看看大河下能不能吃 先挤出两块素毛肚 不用太多 多了它也吃不了 先用剪刀剪下来一小块 你们说河虾会不会被辣到呀 来,勇敢的小河虾 你将是第一个吃素毛肚的河虾 嗯,怎么跑了呢 不会是被辣到眼睛了吧 哈哈 但我以为它不会出来吃的时候 它竟然慢慢地爬了出来 还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吧 快吃 让大家看看你会不会被辣到 哎,这动作很娴熟呀 它似乎吃得挺欢乐 并没有感觉到辣呀 对了 这只河虾还没有名字呢 老铁们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看旁边的虾虎鱼在干嘛 一直盯着隔壁的鱼缸 难不成它也想吃吗 来来,给你也来一块 竟然不理我 还是给它放进去吧 嗯,它竟然无动于衷 还是目不转定地看着隔壁 难不成它看上隔壁的河虾了 那可不成啊 我跟你说 它可是连同力都吃得住 信不信把你放到它的鱼缸里 分分钟把你给灭了 哎,我去 这不是我的白条吗 不是挂皮Q了吗 昨天还夸它活得好好的呢 今天咋就跳缸了呢 咋的 这是要用性命告诉我 网友说的对吗 就是从这个缸里跳出来的 这个缸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开着过滤 并且冲着咬 水怎么就变得这么浑呢 并且这鱼缸盖是盖着的 这条白条难不成是从这里跳出来的 要真的从这里跳出来的 那可真不能怪我了 就怪它自己太聪明了 吓得我赶紧把旁边鱼缸的头手给关上吧 万一我的小黑鱼也跳出来 那可就不好玩了 小黑给你看看哈 别乱跳 跳出来你也得冲鱼干 再来看看我的大猫 鱼缸里的小鱼 在里面一天了 大猫也不吃 可能我的大猫真的是生病了 喂喂 看看这是啥 想不想吃 这个状态比昨天好多了 可是这条鱼不能给你吃了 等我给你抓新鲜的吃吧 用鸡架子做友儿捕鱼 效果揭晓 今天大猫似乎不对劲 大口喘气还不吃饭 有罗子也跟我说 抓回来白条也没有用 肯定养不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看见这条没有 我已经养了将近两个月了 依然活得好好的 我从中养过二十多条 后来都被大猫给吃了 走 带上水桶 去看看昨天用鸡架子做的幼儿 抓鱼效果怎样 这小河怎么又涨水了 昨天这里还没有水的 还好今天穿的是水靴 捞一下拴笼子的纳杆绳 今天厉害了 一下就让我捞到了 这就把笼子拉上来看看 我赤资十亿元买的鸡架子幼儿 是赔了还是赚了 啊 鱼呢 不会连一条也没抓到吧 把笼子打开仔细的看一看 哎呦 这条不甘寂寞的小鱼 一下就蹦到了我的眼前 这条麦穗不简单 仔细看 它到底哪里不简单 就是因为它大呀 拿回去喂大猫 在这里还藏着一条麦穗 藏得挺好呀 以为我看不见它 这条麦穗也不简单 这次知道为啥不简单了吧 看看它的嘴巴 这是没少贪吃呀 让鱼狗给刮了吧 啊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这里太危险了 把这些鸡骨头都拿出来 再找找有没有鱼了 这里还有一条 看着像是一条虾虎鱼 抓到虾虎鱼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它们是吃肉的 这鸡架子幼儿 真是白虾呀 就抓了三条小鱼 还得用这种幼儿呀 运气好了 还能抓条大鸡鱼 旁边有三个小伙子在钓鱼 所以我得把笼子 扔在这里 避免它们误伤我的笼子 再把漂在水面上的绳子 按到水底 确保谁也看不见 当我要往回走的时候 我去 这里怎么还有两条鱼呀 看看这两条是什么鱼 这不是两条白条吗 这是谁扔来这里的 我想抓还抓不到 它们钓到了还不要 不要可以给我呀 就把它们扔在路上 也太不地道了 这两条鱼 一个背是黄色的 一个背是黑色 这应该是一公干一母吧 今天碰到我算你们好运 就别在地上躺着了 我送你们回老家吧 这就是今天的书货 还说用鸡骨头抓河虾呢 别说河虾了 就连鱼也才抓了三条 把这两条捞出来 给大猫吃了吧 诶 我的大猫这是什么了 刚才小鱼从他嘴巴附近经过 他都没有吃 这不是大猫的性格呀 看看他呼吸 似乎是呼吸困难 再看到有没有老中医呀 给我分析一下 大猫这是咋的了 老中医院的蛋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